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Night Guy 然后以前都还没接触过摄影 然后就有买了小相机就拍你了 然后就慢慢接触了摄影 在摄影领域里面 最让我学习到的就是 心思更广 就是用摄影一眼 然后就慢慢慢慢一直的学习摄影啦 然后跟不同的朋友一起做交流啊 然后有错的地方做修改啊 然后来加强自己的摄影技术 就在了最近就跟几个喜欢摄影的朋友 然后大家都想做一个炎梦的计划 就是把自己所拍摄的作品 然后就做一个摄影展 虽然说作品可能就是感觉上很普通 但对我来说 自己所拍下的那张作品都是自己是最好的作品 大家都有一个东西就是同样的共同点 就是想把在自己 嗯 怎么就说 想让自己的梦去完成 然后大家就去完成这个梦 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 也让自己跨出一步 走出自己的世界 把自己的作品给展出来 摄影师 摄影师其实我是蛮短的时间里面 大概是应该是2007年 我正式才接触到摄影 其实摄影师要你的命的 最辛苦的就是把你口袋的钱给划光 你不花光你还心不甘愿 刚拍摄的过程中 其实昆虫的身上我们看不到 我们肉眼看不到那个金属光 所以我们也会用相机 来把它呈现出那美丽的昆虫的世界 多元的色彩 在拍摄的过程中呢 就好像 其实拍照是可以把我们的心情给安抚 或者是在平静的心情之下 你去拍你的东西 你可以找出很多昆虫让你惊奇 也就是在这个熬给迷住了 为什么我希望拍微距就是这样 拍摄摄影本来都是孤独的路上的 到最后你必须要 只有你自己一个人才可以去拍的 蛮有趣的一个 有时候自己半夜的时候 也会跑到那个草场上空无人 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也是这样来拍 把时间给忘了 把时间给过了 但是回去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 心里蛮喜欢的 虽然我的回去不是很好 但是最起码还是觉得自己 自己重拾在拍摄 其实很难用言语来说吧 当你投入摄影的时候 你就有这种这样的感觉 摄影并不难 朋友由你来开始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 嗨 我是百合 关于为什么会选择摄影成为我的嗜好 但是其实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很喜欢玩摄影 但是后来因为出来社会工作一段时间 所以就把这个嗜好放在一边 那么本身除了喜欢拍微剧之外呢 我也喜欢拍一些人文 从摄影的这个世界里面 我觉得我找到了一种心里的一种 一种管道 所以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或者是有些事情无法突破的时候 我就会借着这个摄影来 可以说是发现呢 还是说来表达我自己内心的世界 在近这一两年呢 对摄影的感觉 感受又有不太一样 那我现在的着重点呢 其实很想拍摄自己的家人 那就是在父亲过世的那段时间过后 还好我有很庆幸的在他最后那三个月的时间 有替他做了一些简短的拍摄 也替自己留下一些很珍贵的照片 那么其实摄影对我来说 是一个开拓我的内心世界 一个很好的管道 也是我的 可以说是我目前的生活两半 也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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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讨论